你知道大明二明复活后待遇有多好吗? 靠着唐三的帮助,不仅成功地化为人形,还当上了宗主 当初在大明二明献祭后,并没有灰飞烟灭 他们的尸体被小五安置在了冰火两眼中 二明在献祭前也说过,等到唐三成神后 就可以将他们的灵魂从魂谷中释放出来 所以在唐三成为修罗神之后,用了一种神奇的方法 将一只藏在魂谷中天青流氓和泰坦巨人的灵魂重新复活 且由于他们俩是在神界复活的,也因此成为了神光 要知道,魂兽想要成神是非常困难的 在魂兽界也有一条明文规定 那就是魂兽无论如何,都不可能获得神位 这也就是为何深海魔晶网,地天等魂兽虽然无限接近神级 却无法成神的原因 可以说,大明二明是非常幸运的 虽然他们俩只是最低级的神,但也获得了永恒的寿命 天青流氓还激发出了体内的龙族血脉,进化成了天青神龙 除此之外,他们俩还化为人形 之后由于唐三和小五的女儿唐五童,小的时候很调皮 因为经常听到父母提起陡罗大陆的故事 出于好奇和贪玩,他也总是偷偷跑去陡罗大陆中 为了保护他,唐三也让大明二明化身为了浩天宗的宗主 当然啊,这浩天宗是以实力为尊的 所以大明二明也是靠着拳头,才能够注稳这个宗主之位 那么小伙伴们,你知道为何魂兽不能够成神吗?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猜测吧